结束 这个相当于呢 我们把这个花蕊部分给割好了 那这个花瓣呢 我们要换一种颜色的线 大家呢 要换一般这个花呢 我给大家配的是这种花色线 我觉得挺好看的 大家呢 配上那种颜色 我呢随便找一种颜色给大家示范一下 勾针呢勾出来 勾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黄色的线呢 抽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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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小线圈蓝色的小线圈 也抽紧 那这个黄色的线呢 我们可以断线了 生一点点小小线头 好 现在呢 我们开始勾第一圈的花瓣 刚才这个花瓣的 大致的针法给大家说了一下 现在再给大家重复一遍 第一圈呢 每个花瓣呢 它都是一个中长针 三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但是在勾之前呢 我们要用短针进行间隔 大家呢 看我示范 首先呢 我们立一个辫子针 然后 我们在这第一个辫子里面呢 咱们勾一个短针 勾的时候呢 这两根线呢 放在勾针的上方 可以边勾边藏线 那这个短针呢 形成的 这个辫子 我们也做一个记号 然后在接下来的 这一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就是勾花瓣 好 看我示范 首先呢 看我示范 中长针 勾针绕线 从辫子里面插入 绕线 好吧 再示范一下 勾针绕线 从辫子里面插入 绕线出来 这个时候呢 大家来看 勾针上面呢 是有 咦 怎么怪怪的 再来一遍吧 好吧 现在呢 我们来看 勾针绕线 从这个辫子里插入 同时把这两个 线头呢 放在勾针的上方 插入 绕线出来 这个时候呢 勾针上面呢 是有三个线圈 绕线 一次性 穿过这三个线圈 这样呢 我们就勾了一个 中长针 那 接下来呢 我们还在这一个辫子里 就是刚才勾中长针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咱们再勾 脸勾三个长针 一个 两个 两个 再来 三个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在这个洞里 再勾一个中长针 大家看我示范 勾针绕线 辫子里插入 绕线出来 再绕线 一次性拉过这三个线圈 好 那就相当于呢 我们是在 这第二个辫子里面 勾了 五针 分别是 中长 三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好 在下面这一个 辫子里面呢 我们勾一个 短针 这样呢 一个完整的花瓣呢 就勾好了 接下来 下面这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还是勾五针 针法 给这个一样 是 先勾 一个中长 大家呢 可以把这个花朵 它的 勾法呢 记一下 就是 中长 三长 一中长 记下 一个中长 然后勾三个长针 一 二 三 好 还在这个辫子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在一个辫子里面 勾的这五针 勾一个中长 好了 那在下面这个辫子里 我们勾的时候呢 为了避免把下面这个辫子给盖住 咱们可以稍微的这样 让它聚拢一下 不要跳过一个辫子 不要跳过一个辫子 在下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个短针 好 第二个花瓣呢 也勾好了 我呢 再给大家示范一个 一个中长针 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下面这个辫子里 勾一个短针 勾了几个了 一二三 勾了三个花瓣了 那我们这一圈呢 一共是要勾六个花瓣 大家呢 就按照这种方法 我们在下面这个辫子里面呢 咱们要连勾五针 然后在这个辫子里面呢 就是勾一个短针 又形成一个花瓣 然后这个呢 辫子里面呢 勾五针 一针 再一个花瓣 勾五针 一针 这样一个花瓣 那大家呢 把这一圈的花瓣呢 给勾好 按照刚才这个方法 这个花瓣勾完之后呢 这个样子 我呢 还差最后一针 大家如果 勾的也是正确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 在最后这个辫子里面呢 要勾一个短针 好 勾完之后呢 我们再做记号扣的这个地方 咱们做一个引拔针 现在呢 我们开始勾第二层花 第二层花呢 首先我们要勾鱼网针 我给大家指一下 我们勾的地方 每一个花瓣呢 它的左右两边呢 都是有一个短针的 现在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看这个花瓣 看这个花瓣 我们扯一下 大家看 这个是它右边的这个短针 这个呢 是它左边的这个短针 我们这个鱼网针呢 是要从里面下针 挑起这个短针 来勾 这个呢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我们勾 内勾长针的时候 非常的类似 对吧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勾 这第一个短针的不好调 因为特别近 离的 咱们慢慢来从里面 短针这样 调一下 拉线出来 这个线呢 拉出来 勾一个短针 在这个短针呢 形成的这个辫子上面呢 我们做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扣呢 大家不要偷来 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辫子呢 比较难找 咱们做一下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要立 一 二 三 四 我们要立四个辫子针 然后到下一个 这第一个花瓣 到它右边的这个辫子 这个辫子呢 老说辫子 短针 这个短针呢 比较好找 我们把这两个花瓣的往 左右两边这样一扯 它呢 就能看到了 同时呢 我们注意 咱们在 这个 一定要让这个线 看到没有 左手调写这根线 让它在 放在钩针的下方 如果在上方的话 那我们钩的时候呢 就会出错了 等一下 那样实验一下 就知道了 让它放在钩针的下方 好 咱们这样 把这个短针呢 给调一下 不太好调 咱们慢慢来 调一下 钩一个短针 在这个短针上面呢 我们做一个记号 什么叫鱼网针 咱们现在钩好了这个 就叫鱼网针 好 现在呢 我们继续 四个辫子针 拉动这两个花瓣 中间的这个 短针 调起来 让这个线呢 放在钩针的下方 好 再立 四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四 仍然是这两个 两个花瓣之间 这个短针 钩的时候 就是我说的 钩针的放在 这根线的上方 我老让它放在下方 那样就错了 那量会多线 反正勾不出来 嗯 好了 因为这个离我比较远 所以我勾着 看着呢 有点看不清楚 三 四 走到中间 调起这个短针 我们勾一个 短针 勾完之后呢 要记得在这个短针上面呢 做一个记号 做一个记号 再 勾四个锁针 就是四个辫子针 好 在这个短针上面呢 咱们也是做一个记号 这个余网针呢 这个余网针呢 咱们一共是勾六个 一 二 三 四 那现在呢 我数一下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那这个就是第六个了 那这第六个呢 我们勾完之后呢 咱们就 咱们就 在做的第一个记号扣这上面 就是第一个 就是第一个余网针做的记号扣这上面呢 我们引拔 这个记号扣呢 咱先别取下来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在这里面还勾 怕一会儿大家就找不到这个地方了 引拔呢 把这个余网针呢 给连 给连起来 好 现在呢 立一个辫子 我们在这个记号扣 做记号扣的这个 辫子里面呢 好 现在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在这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勾 一个短针 这个短针呢 它形成的这个辫子呢 咱们做一个记号扣 记号扣呢 有一点矮事 但是呢 大家呢 能看明白 然后第二圈这个花瓣呢 它呢 是在这个余网针里面勾的 我们这个 这个花瓣呢 是由 七针来组成的 一个中长 五个长针 一个中长针 现在呢 给大家示范一下 一个中长针 五个长针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一个中长针 好 这个七针呢 都勾在 这个余网针上 然后呢 我们把下一个记号扣取下来 再下个记号扣 它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我们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 在下面这一个余网里面呢 也是勾 七针 就是 一个中长 然后勾五个长针 一 我再给大家示范这一个 跟第一圈的 勾法呢 是差不多的 二 三 四 五 再勾一个中长针 好 那我们从下一个辫子里面 就是下一个做记号扣的这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个短针 记号扣取下来 接下来这几个花瓣呢 都是一样的方法 我们呢 往下面勾 把最后一个花瓣呢 也给勾好 好 现在呢 这个第六个花瓣 就是在这个余网针里面呢 勾了七针 这样勾好了 然后呢 我们在 在最先开始勾花瓣的时候 我们做记号扣的这个地方 我们做一个引拔针 抽紧 这样呢 这朵小花呢 就勾好了 我这个配色呢 是我 就是刚好就有这两种颜色 我随便呢 拿了这两种颜色 这样配出来 真的是很不好看 大家呢 按照那个 正常的配色来就行了 我们这个呢 留一点线 因为用来缝合 所以咱们可以多留一些 把这个线呢 从这个线圈里面 咱们抽一下 好 这样 那这个上面呢 我还会给大家呢 拼到这样一颗 小珍珠 那这个小珍珠呢 我们用这种 手缝针 这种针 用这个大头针呢 穿不进去 这个手缝针呢 把这个线 挑出其中的两股 然后呢 把这个珍珠呢 就按照平时缝扣子的方法 缝上去 就可以了 留着这个线呢 是到时候 我们把这个花呢 缝到帽子上面 我简单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缝盒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会的 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这样 插针进去 然后我们缝合的时候呢 后面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针脚呢 大一些 没有关系 但是呢 在正面 咱们这个针脚呢 一定要小一些 缝的呢 缝合呢 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缝得尽量的精致一点 然后呢 细致一点 把它呢 整体呢 缝一圈 这样呢 就好了 我呢 这个 这个花实在是太丑了 不缝了 现在呢 我们来勾这个 耳朵 这个耳朵呢 它的勾法呢 和帽顶的勾法呢 也是差不多的 耳朵它的起真数呢 和帽顶这个起真数呢 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就比方说 这个帽子呢 帽顶的第一圈 我是起了15针 那这个耳朵 我在勾的时候呢 也勾15个 第一圈呢 也勾15个长针 然后第二圈呢 勾一圈 长针加针 也就是 勾下来呢 是30个长针 第三圈 勾一圈 不加不减的长针 好 现在呢 我给大家呢 做示范 我现在勾呢 会勾的稍微快一点 因为 咱们这个圈起的方法呢 应该是 都会了 我假设一下 我这个帽子呢 是起了 13针的一个小帽子 大家只要记住 我们勾耳朵的时候呢 这个起真数 和帽子的起真数 保持一致 就可以了 把这个线呢 多拉出来一点 如果大家呢 已经掌握了方法了 就按照刚才 我给大家说的 我们勾就可以了 我现在给大家示范呢 我示范 勾13个长针的 第一个长针里面呢 做一个记号 然后继续勾 二 三 因为这个 确实是 在录像嘛 我这个离得自己 离得比较远 老师勾错了 四 我看一下 一二三四 五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9 够了11个长针了 继续 12 13 现在我们把这个 线圈把它戳紧 仍然是 拉动这个线头 里面这个线再动 把这根线 我们扯一下 扯的时候扯这个线的左边 我这一集应该这个方法给大家说了几次 好 这样第一圈我抽的时候没有完全抽紧 中间留了这样一个小洞 大家可以抽得再紧一点就行了 第一圈就完成了 第二圈我们是要勾一圈长针加针 首先立三个辫子针 接下来就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勾两个长针 大家记住勾完第一个之后 我们做记号 而第一个辫子完成 看第二个辫子 好 大家就像这样 我们在每一个辫子里面都勾两个长针 一直勾到最后一针这里 这个第二圈 我们勾一圈长针加针 完成之后呢 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引发结束第二圈 第三圈呢 我们是勾一圈不加不减的长针 就是第三圈 就是第三圈 先来立三个辫子针 第三圈呢 我们是在每一个辫子里面呢 勾一个长针 没有任何变化 勾到最后 给大家示范两针 第一针呢 我们仍然是做一个记号 我觉得姐妹们呢 应该都差不多会勾了 那就自己呢 往下面勾就行了 我呢是 就很担心 万一有听不懂的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呢 每一个辫子里面勾一个长针 一直呢勾到最后 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这个样子 现在呢 我们引发结束 因为第三圈呢 我们勾了一圈 不加不减的这样长针 所以呢 它自然呢 就会这样竖起来了 第三圈的这个 引发针 形成的这个小针目呢 咱们抽紧不抽紧的 都可以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呢 留一点出来 咱们用来缝合 大家呢 要根据同样的方法 我们勾两个 两只耳朵 把那个线头呢 抽出来 我给大家呢 简单的说一下缝合 这个缝合呢 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这个步骤呢 配件的缝合呢 是特别考验耐心的 因为我们 缝的时候呢 要让它们这两个呢 缝的对称 缝的好看一点呢 可能缝一次 或者缝两次 甚至缝三次呢 我们都缝不好 这个呢 是很正常的 因为 我发现就是 有的新手姐妹呢 就会跟我说说 觉得勾呢 都勾好了 但就是 在缝合的时候呢 好像耐心都已经 消磨掉了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呢 最后这一步呢 还是要做好 这个方法呢 是很简单的 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位置呢 我也就不再找了 大家呢 要注意 这个帽子呢 咱们找到 两个比较合适的位置 咱们就目测嘛 觉得自己喜欢的位置找 我现在呢 随便在一个地方 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怎么缝 就很简单 就这样插进去 只要缝得牢固 就可以了 但是呢 要想缝得好看 精致 我们一定要 多缝几次 这样来缝 跟缝花朵的方法呢 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呢 大家来看 这样缝了之后呢 大概呢 我们把 这个耳朵呢 第三圈 这里呢 给这个帽身呢 缝合上 具体我们缝合这个长度 大家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我这个耳朵呢 都缝合了 两次 然后我觉得 还差不多 大家呢 也要有耐心 咱们呢 一定要把它给缝好 好了 现在呢 我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 其他的 这个耳朵 小花 没有了 好 那大家呢 来看这个 这一集的教程呢 就到这里 大家呢 在看这个 视频的过程中呢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通过 旺旺呢 来联系我 谢谢大家